日前南投市银盘非盈利幼儿园举办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主题高峰活动 活动将透过多样主题 让孩子们在探索自然的同时学习尊重生命 理解生命循环奇妙 也邀请家长们一起见证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其实在三之三的一个体系 我们的活动里面整个主轴都是在讲生命教育的这一块 那因为我们没有部本的状态下 所以我们要让家长去了解到说孩子整个学习过程中他学了哪些 那我们透过游戏的方式 然后引进家长进来 让孩子跟着家长跟着学习跟着老师一起学 那从这个过程中孩子他的角色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小老师的角色 然后他就可以去教爸爸妈妈说我们在学校进行了这些课程 所以有一些动态评量的方式 我们会从这里去知道说孩子的能力到达哪里 那平常的学习你们学到了哪些 所以这是一个高峰活动 它最后的一个终点 那虽然主题它最后一个活动 它不是整个就停止 它是延续下一个活动的开端 对所以我们接下去的课程 我们像这一次走的是蝴蝶园的部分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营造 我们要去设计营造蝴蝶园 然后让这个生命教育 它一样是一个循环这样子 银盘国小校长江吉田表示 透过观察昆虫 让孩子们体验到生命的可贵 感谢这个银盘飞令幼儿园 今日办理的这个生命教育活动 我想三自三的理念就是着重于品格 跟生命教育还有阅读 那今天的主题主要会聚焦在这个 昆虫的观察 比如说猫猫虫成长的过程 让孩子体验到生命的可贵 我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那银盘国小也非常的支持 这个幼儿园他们课程的实施 那我们也考虑到 跟他们课程的衔接上面 如何来实施国小的部分 希望未来 非营利幼儿园的学生 未来如果有机会直升到银盘国小 也能够课程一贯 相连接 让孩子能够学到有关更多品格教育 跟生命教育的理念 活动有四大主题 分别是猫猫虫 菜瓜 蝴蝶 主厨的餐桌主题活动 这四大主题都有不同的意义 以及想传达给孩子们 不同的教育体验 家长们看到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也都非常感动 就是这个学习的主题 是透过那么丝瓜种子慢慢的成长 然后过程中有发现 就是因为小孩子从细尾的地方 会去增加他们的观察力 所以平常外出啊 或是在家里 他们会发现细尾 身边细尾周遭的一些中动植物 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孩子们透过以生命教育 为核心的主题高峰活动 培养他们观察力和生命追踪感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活动 记者黄中宁 那都是采访报导 最期担心òn 后期担心 下期担心 是的 都 emerging